大夫 不解口行不行 把個麥線 正啊 大夫 大夫 究竟香港生活指數的物價高 對我們人體有甚麼影響 皇帝內經有沒有預測過 預測經濟通脹 其實經常都說 你外在壓力會影響身體 昨天我和子銘幫我擺墨 還有幫我按摩 他只摸著墨像 都說你最近壓力有點大 是 是語言般按摩出來 他還問你最近有大姨媽嗎 對 這樣中了 中醫真的不得了 還有頸的問題 其實你有壓力 沒有壓力 壓力如何影響你的身體 其實我們皇帝內經裡面 真的有 我先說四個字 其實可以代表大家的狀態 是 叫煩惱則張 陽氣煩惱則張 煩惱 甚麼意思呢 煩惱過煩 煩惱過煩 爐淚過爐 好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身體上 我們常常說中醫有分陰和陽 是 當你一個人比較煩惱 比較勞累 這些陽氣就會去到我們身體的表面 OK 即是出去了 就會出去了 沒有保留在裡面 對 那人就虛了 裡面就虛了 就虧了 就虧了 對 你不用一邊說一邊在動肩膀 沒有用的 我肩膀很緊 都說昨天訓禮了 還是應該一邊扭歪了 所以有點疼 尤其是不同的都市人 你會想到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所有的病的原因 第一是來源自我們 那個勞累的情況 因為香港人都市 都市病 是不是叫做 另外一方面 就是飲食 即是食無定時 又不注意 我覺得這幾方面 其實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病 但如果譬如說 我們這些上班 打工仔 最常引起的話 可能是 我之前也有說過 一些頸椎的問題 長期坐在動肩膀的問題 有低頭軸 大家現在經常玩這個智能手機 沒錯 我現在扭著扭著 就是搞不定 有沒有招數拆解一下 一定有的 你不用一直說 又在那邊轉頭 大家快點看視訊直播 看不過眼 首先我要說幾個大的謬誤 很多都市人 他們就 譬如有時候 會像Long現在這樣 動一下頸 動一下頭 那樣 有些就會出聲 那種 就是啪啪聲 對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沒有那麼好 對 因為這種啪啪聲 其實是 我們的肌肉 關節之間 它們有一種空氣 是留在裡面 所以才有響聲 對 對 對 有些人說 不會拍一下 好像那個位置放了煙花 這個比例是我上網看的 好像感覺你會舒服 但我自己的感覺 某程度上是一個消耗 因為我自己在臨床上 會做一些復位推拿 做一些復位推拿的時候 我發覺很多不同的病人 他們如果經常拍到響 那種的時候 他們的頸部的情況 會比較差一點 對 就是裡面 我們手摸上去的觸感 會比較差一點 即是說如果大家真的 例如頸緊肥痛的時候 就不要特意拉到 要發出聲響 要發出聲響 其實不如我們 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對 今天有甚麼提示 拉筋 例如拉筋的時候 我準備好了 有好幾個拉筋 其實我們體育課的時候 都會做的 但我今天可以教幾個 加強版給大家 好 大家看著DBC多HK的 視像直播 就可以看了 可以 我用完言語的話 希望可以形容得到 好 首先你記住前後左右 首先前的話 就是把我們的手 放在我們的後腦那裡 然後放在後腦那裡 然後我們就向前 按我們的頭 按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你後面扯著扯著 拉筋那樣 是 但手要按著頭的哪個部分 按著頭的後腦那個位 就給點力去下面 下面的時候 好痛 然後你保持五秒鐘 通常我們很多都市人 因為他們 經常玩手機 低頭 頸椎的弧度 沒有那麼彎 已經變直了 所以你倒下頭的時候 有些人甚至會暈 這樣也沒有那麼嚴重 對 還沒有那麼嚴重 但這個 某程度上 亦都是我們 對於病理上的檢查 所以有很多 我們經常倒下頭的人 那些病人 我們就會叫他們 多些做 押高頭的動作 因為押得多 低頭做 我們押高 需要用手托嗎 押到盡 不用用手托 我聽到拍一聲 落到盡 盡量慢慢落 不要令他拍一聲 押頭吧 押頭吧 然後你的頸椎頂就會好一點 很神 那有沒有押頭 因為大家經常做低頭做的時候 押頭要押多久 去做平衡 每次押頭的動作 都是自己數五聲左右 五秒鐘左右 然後放鬆 然後連續做十次 就會比較好 好痛 慢慢來 拉筋 我們要慢慢來 千萬不要急 不要快 另外就是左右 左右我們用右手 然後放在你左邊的耳 繞過頭頂 然後放在你左邊的耳朵 手指 然後就向右拉 很痛 向右拉的時候 你發覺左邊頸的筋 就扯住了 然後就留住十秒鐘 然後就可以放鬆 然後就連續做四至五次 這種掃法真的不會拍到 會拍一拍聲 對 然後你做這個的時候 左右當然可以倒轉 另一邊也是這樣做 反方向 是否早上每天做都可以 有沒有分時間 其實最好就是早晚做 早晚做 如果你真的坐在辦公室 經常要坐太久的時候 不如多點做一下 對 對得久的電腦 一心二用的時候就可以做這些 對 好 今天 智明教了這個 其實是我特意叫他說 因為我昨晚真的扭了一下 沒辦法 所以現在是用這個直播時間 都不是18、22 你別說這些